我不要 我自己这个饭吃不下来 而且你真辣的 所以中国女性还是觉得应该有柔的一面 还是要有一种传统女性都没有 还是有 骨子里面还是有 骨子里面有 可能里面的人也不对 我们这几个人可能也就是 我们这几个人有点特别 不要陪伴 真的真的 其实因为我们上了一个课程 然后我们基本上价值观是差不多 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了 所以价值观 因为三显过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老师三显 骨子里面 骨子里面 我觉得他在 不给他兄弟 不给他兄弟 这是网上 为什么呀 你不要再网上搞 你怎么汉人要帮网上搞 他也不认识我 你可以剪辑这一段的呀 可以剪辑这一段的呀 没关系 没事我没有讲他 因为我们价值观一样 所以大家都在一起了 应该采访不同群体 你是说价值观一样的人才会在一起吗 是的 价值观的人不一样都在一起吗 人以类 不以情分 你看我的价值观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怎么会不一样啊 我的价值观跟你价值观一样 我们只不过是真的 没有深深的了解 我们彼此之间还没有深了解 更不用说跟你了 对啊 对啊 所以啊 这个我们真的是形式上的哦 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说 就是说 一样就是也有 差不多就是说 哎 因为他们都同龄人嘛 怎么这样大概 嗯 嗯 你在整个旅程之中嘛 能说一下你们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 有震撼力的那种 嗯 辛苦吧 嗯 就是那种 特别就是 人难忘的 对 难忘的一个坚固的阶段 能说一下吗 好像我没有 到我手里的时候 哇 你肯定很乱惯啊 你都觉得什么都 我跟你讲啊 我那个年代我是1965年出身的 对 文化大革命 刚刚要结束 要结束快乐时候 对 生下来的时候没有 等我有记忆的时候 七八岁了 对吧 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七六年 已经要 转换了 嗯 已经在这些年转换了 毛泽东就是逝世那七六年 我们绝对就有记忆力了 你知道吧 然后慢慢的就是往上好 八十年代 邓小平就来的 哎 就是我们就是相对来说 不是很 就生的好 时间生的对 真的 我的命 真的 我的命 就是人有命的嘛 王嘉峰教授有这样 他说人一飞下来就是有一个命 对对对 四十岁以前 就是年代的命运 对 你就可以改变 四十岁以后你就 对对 不要想再去改变 对对 不只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生的那个年代 比如你在六年 你不是生在我哥的时候 我姐姐就 像我姐姐大两岁 他就比较稍微 那个年代那边人 就比较辛苦 对对 是的 是的 我们那一批 我都觉得好多人 不只是年代 包括在每一个地理位置 都有很一定的这个影响 我那一批 我们那些好朋友 同学什么 嫁国外人干嘛的 做生意的很多 都很成功的 就说好像没有什么很辛苦 很很贫乏的 好像还没有 就是很好的 就是二十年的教育 刚出来 刚好就在 改革开放 随着改放 随着这个一直上 长大 你就想 我从读书的时候 一考考进这个 我的章科学校 对对对 然后就一路就半生 我多辛苦 多幸福啊 但是很辛苦 但是我很幸福的 对吧 就我自己个人来说 生下来的时候 他们说一句话 生下来的时候 要感谢毛泽东 哎 我们没有说毛泽东 我们真的是 到了大概 读书出来的时候 要感谢邓小平 真的 就是你创生了这个时代 嗯 就是这样感激 一路感激 然后在九十年代 你要感激那个 江泽民 江泽民 还不是江泽民 还有那个 为这个经济 突发稳静的九十年代 是江泽民 邓小平 江泽民 江泽民 所以就一路这样 跟着时代走下去了 他蛮开心的 说得也是哦 虽然是好多东西 可能只差了几年 可能整个命运就不一样了 他们七十年代的人又不一样 对啊 你的七十年代啊 对啊 那你说什么 但是多人你的故事跟我们不一样 不用心理 我父亲少来给你 你也很辛苦 你也很辛苦 六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大承命啊 五十年代的提供 我可能就是大的东西跟你是一样的 我们有的是只是小的时候 很疾病的东西 我就是一直上班 我也是从农村上了大学 嗯 然后 他又跟我完全不一样了 嗯 不同的城市造就不同的人 是的 所以他跟我完全不一样 你跟我说一下 我是农村 对 在农村上了大学 哦 然后这到太原始 那你是属于也是属于出生日记 十六十多年代 他跟我一样 一样一样一样 就上大一年 上大不了多少 像我们那个 像我们那个就是考上大学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嗯 上了大学 然后我的 其实我的命运还是很顺的 在我的就是那个同学中间 我算是很顺的 但是他因为他在上海 我在农村 那就是这个就不一样 就有点不一样 我的起点 我我我走几度来的 那个艰难程度就不一样 嗯 你老公是上来的 没有我老公也是 你是老家的 哦他在上海 我老公也是在上海上大学的 哦 我是在外地上大学 我们一起从老家 哪个城市上大学 他也是 我在沈阳 沈阳上大学 在在辽宁 什么大学 就是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 哎呦 那地毕业待了四年 对对对 毕业以后吗 毕业以后就到 因为我山西人嘛 又回去 那时候就分配到山西 混商银 混商银 在银行里 银行里有在过 我是一直在金融系 哦 所以你就还是踏入了金融系统 我学了金融 所以今天我还跟我女儿说 就是有时候是有一种命运 因为我女儿现在正好是高三 她要申请到美国去上学 就在选专业 我就跟她说 我觉得就是一个命运的安排 我自己学金融 根本不是我的选择 我是特别喜欢文学啊 中文啊 新文啊 这些东西的 就是我老师当年给我报了一个金融 都是老师 哦 老师 我所有的专业全部是文 文学 就只有一个 就只有一个 是我老师报的 那你感激他吗 我感激 因为那个时候金融 因为只有一个中国 只有一个人民银行 我上学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民银行 我毕业了以后就有工商银行 就是我直接就到工商银行去上班 我老师当时报的时候 其实他是个北京知青啊 我在我是农村孩子 我又不知道我要学什么 对对对对 那他是北京知青 他说你看这个学校呢 为什么到辽宁大学校 他说这个学校 他虽然不太好 但是他是人民银行委托培养的 哈哈哈哈 他那个时候 对啊 因为他是北京过来的 他说你以后到这个学毕业 有可能在北京上班的 对对对 那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 他就给我写一个 真的 就是 这就是从此就老师改变的 对 就是其实我 我报的学校 一个也没有路上 我就给我老师 就给我报了一个委托培养的学校 那我去这个学校 我也不是我选的 就是去了 然后去了以后 我们就 毕业以后 那时候就管分配的 就直接到省工行 你哪里学生又回到什么地方 嗯 省工行那时候 刚刚建那个国际业务部 我学到国际金融 呦 真的 然后那个 刚刚建国际 又是跟他们一起成长了 哈哈哈 就是呀 我们的领导根本连ABC都不认识 嗯 你想一想 我 我是那里去的 就是大学生 那时候 招人招得很厉害 国际 在一个山西那个地方 根本没有什么国际 我在那里 基本上没什么工作的 嗯 然后就是这样子 我跟 因为我懂外语啊 我就是所有国外这些行的联系啊 什么都是我来联系的 嗯 就是 就是 我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老公是在上海 大学 他在上海 他同济 嗯 他那时候开发浦东啊 对对对 开发浦东92年的时候 我小孩刚生下来 嗯 然后呢 他就来到上海 他们公司在这边开发浦东 然后呢 他就来了 来了以后他就 我们就不喜欢太原那个地方嘛 我们就一直想着 哎呀 我们在太原只是暂时的 也没想着来上海 但是他就 他就 他因为开发浦东 他就来到上海 所以他对这有些有信心啊 然后呢 94年 他在政府单位对吧 他在国企里面 就是那个建筑公司 嗯 他在这边搞房地产嘛 嗯 然后呢 然后 92年 第二年 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呢 我国际业务部 然后我的条件也挺好的 然后我的 我就申请 那时候工商银行 在上海有证券公司嘛 我就申请到这边来 很快 因为是什么 因为工商银行 那时候在山西 所以很好的单位啊 就没有人愿意到上海来 好